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为什么呢?太阳升起现在,东西方的时间都是十二进制,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,一天分为二十四小时或者十二个时辰,然后每小时再分为六十分钟,每分钟分为六十秒,那么为什么是十二进制呢? 其实和古代人们的生活有关,那时,计时并没有这么准,是以天作为最小的计时单位,日出日出这种无限循环的自然现象,最适合人类用来记录时间了。 29.53天的月下,可365.2422天的回归年都太长了,而一天恰好是人类一个活动周期,因此成为了时间的基准单位。 于是往上帝家,人们发现一个朔网周期,大约是三十天,因此三十天就成了一月,一个回归年大概是十二个朔网周期,因此十二个就成了一年,天很难记得。 不过一年十二个月,在人们的心中,打下了深刻的印象,源泉接下来,人们还想记录一天的某一个时刻,在古代科技不发达的时候,人们只能依靠太阳的影子,名词叫做日悔,每个汉字查了夏日悔的解释,日悔就是指太阳的影子,指的是人类古代利用日影测的时刻的一种计时仪器,原理就是利用太阳的投影。 方向来测定并划分时刻,通常由鬼真表和鬼面代刻度的表作组成,利用日悔计时的方法,使人类在天文计时领域的重大发明,这项发明被人类沿路打几千年之久,简单点说,一个圆盘中间插根棍子,根据日影指向记录时间,人类对时间的划分,最早是在圆周上进行的, 不过按照技术习惯,那应该十等分这个圆周才对,然而大家发现,十等分一个圆周操作难度太大了,不信你自己试一试,那就得换种分法了。 将一个圆周几等分最容易,二等分,其次呢,四等分,如果再划分,十二最容易,所以,古老的人们将圆盘分成最容易做到的十二等分,所以,时间就成了十二进制。 计时为了表达时间更精确,逐渐出现了分针和秒针,当然,根据人们的惯例,也是采用了十二进制,六十秒为一分钟,六十分钟为一小时,一天为二十四小时。 中国古代人们,也采用时辰计时的方法,把一天分成了十二个时辰,所以,时间进制中多为十二个倍数的原因,是除了自然现象周期的巧合外,还是出于等分圆周的便捷性考虑,这些因素的出现,时间就是十二进制。 参考资料,谈谈十二进制,日轨的制作,作者,每日汉字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